诸葛亮是三国中最聪明的人 口才更是一绝 曾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蛇 活生生的气死三个人 这三个人都是谁 为何说曹真死得最冤枉 诸葛亮是三国第一谋士 他不仅足智多谋 更擅长气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曾气死敌营三大猛将 这三个人都是谁 他们真的是被诸葛亮气死的吗 第一位 东吴都督周瑜 既生于何生亮 周瑜和诸葛亮一样 都是三国中有名的谋士 其实一开始周瑜与诸葛亮并没有什么仇怨 但周瑜此人年轻气盛 他一直将诸葛亮视作是对手 事事都要和诸葛亮比上一比 这就造成了他日后的悲剧 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三气周瑜 第一次是赤壁之战后 周瑜费尽赢了曹军 却不想让诸葛亮趁虚而入 占领了南郡 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二气为赔了夫人又折兵 周瑜本来准备在刘备迎娶孙上乡之时 活捉刘备 却不料诸葛亮早有预料 给了赵云三个锦囊 最终帮刘备脱困 第三气是在曹操大宴同却台 周瑜准备假盗灭国 却不料再次被诸葛亮识破 最后翻倍算计 导致被围 三次失败让周瑜气愤交加 最后竟然活生生被气死了 至此一代天骄周瑜 沦为了个笑柄 成为了诸葛亮的封神路上的一块垫脚石 第二位 曹魏大司徒王朗 诸葛亮骂王朗 也是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桥段 王朗是曹魏的大司徒 能言善辩 这才自请去劝降诸葛亮 他自信的说 老夫自出 只用一席话管教诸葛亮拱手而降 鼠兵不战自退 却不想他刚一出去 就被诸葛亮一顿痛骂 句句戳在他的痛处 堂堂一个曹魏大司马 最后竟然气得口吐鲜血 直接坠马而亡 其实这还真不怪诸葛亮 要知道诸葛亮曾在赤壁之战中 蛇战群如 小小的一个王朗 哪里是他的对手 第三位 曹魏大司马曹真 这最后一位便是曹真 他也是死得最冤枉的一个 为什么这么说呢 曹真是魏国的大司马 当年他率兵伐属 本来计划的万无一失 可惜天空不作美 连下三十天的暴雨 曹冰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曹真或许是太郁闷了 直接病倒了 都说趁你病要你命 诸葛亮深谙这个道理 于是修书一封 派人送给了曹真 这信中都是骂曹真无能 打压曹军士气的话 此时的曹真本就生着病 再被诸葛亮一气 直接一命呜呼了 真是死得太远了 但大家别忘了 《三国演义》只是一本小说 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是杜传的 并不是真正的历史 在正史中 诸葛亮并没有气死这三个人 其中 周瑜并不是被他人所害 而是被东吴内部的对立派排挤之死 《三国之中》也记载他是病亡 而王朗根本没有随军出征 又哪来的诸葛亮骂王朗 事实上他是病死的 死在魏都许昌 最冤的曹真 虽然他的确法蜀失败了 可也并不是被气死 而是病死 并且是法蜀失败后第二年 在洛阳去世的 《三国演义》中 被诸葛亮气死大相径庭 诸葛亮或许很厉害 但也绝对不是神仙 哪能随便张张口 就将人给气死 只能说 罗冠中为了凸显诸葛亮的才华 用心良苦 只是可怜了这些三国中的名将 都成了诸葛亮封神之路的踏脚石 大家觉得这三个人 与诸葛亮相比谁更厉害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感谢收看我和百度百家号 百度百科共创的精品栏目 三分钟讲历史 欢迎百度搜索曹真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